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八十岁只有二十年 临走时却什么都带不走 所以不必太节省 该花的钱要花 该享受的要享受 该捐助的要捐助 唯独不能留太多的钱给儿孙 免得把他们灌成寄生虫 不必对死后的事考虑太多 因为变成灰的你对表扬与批评已无感觉 不必对儿女的事考虑太多 儿孙自有儿孙福 修为儿孙做马牛 他们养了孩子 让他们自己照顾 或用自己的钱雇保姆照顾 不要让他们在剥夺父母 剩下不多的健康 休息 娱乐 旅游权 不要对儿女幻想太多 儿女有孙心 但工作太忙 帮不了你 不孝的儿女也许盼着你早死 好早日继承你的财产 钱挣到何时 何数才算够 良田万寝 日食三餐 高楼千间 夜年八尺 够吃够用就行了 愉快地活着 虽然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不要和别人比名利地位 儿孙如何有出息等等 而要比谁活得更健康 长寿 快乐 你无力改变的事 就不必太操心 因为操心也无用 只要心境好 每天想愉快的事 自己找乐趣 就能天天都过得快乐 过一天少一天 过一天乐一天 乐一天赚一天 精神好病不饱 精神好病能好 精神好病早好 常见阳光 适当运动 饮食均衡 食物多样化 心情愉快 盼能健康地再活二三十年 活着开心就好 不必计较太多 是你的跑不掉也抢不了 不是你的得到了也会飞掉 人进六十了 就好好享受晚年的生活 让自己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有 不知道怎么办